新一届基隆市议会临时会预备会中 除了确定临时会召开的议案议程和时间之外 改选民政财政建设和教育四个审查委员会 以及政府召集人也是重点 特别是依照惯例财政审查委员会召集人 身兼基隆市议会联席审查会主席 主持预算审查会议备受重视 特别是这一届市议会议长和副议长 由民进党和亲民党跨党派拿下 因此各有12位议员的民进党以及国民党 对于争取联席审查会主席一直更是重视 双方各自联合友好的无党级议员 一开始31位市议员全部登记抽签 请全力抢只有7个名额的财政审查委员会 可以说是议会史上最激烈的一次 不过再怎么激烈 因为是抽签决定 最后命运之神比较眷顾国民党和 无党级议员联军这边拿下4个名额 民进党议员方面只拿下3个名额 最后并推举出由连任6届的国民党级市议员 何淑平担任联席审查会主席 非常感谢议会同仁的支持 那我会不分党派跟全体议员为我们市民把关财政 要让我们的预算花在刀口上 然后我们会跟全体议员一起努力 来为我们预算来把关 另外3个审查委员会都顺利选出召集人 民政小组审查委员会召集人 由无党级议员陈明健担任 建设小组审查委员会召集人 由民进党议员郑文婷担任 教育小组审查委员会召集人 则是由无党级议员张耿惠担纲 对于议员们之间彼此尊重 抽签以及协调所产生出来的 4个审查委员会委员以及召集人和副召集人的结果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也特别和副议长杨秀玉 以及审查会主席何淑平共同站在一起强调 基隆市议会将会不分党派和彼此为名喉舌 也将共同监督基隆市政府的预算和施政 为市民朋友看紧荷包 我想基隆市议会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 我跟杨秀玉副议长也是一个跨党派的一个联盟 那我想为了基隆市政为了基隆市的未来 本来就应该不分党派不分彼此 把议会议员的角色扮演好 那监督市政府让市政府可以继续的 好好的让基隆市的继续向前行 那我想我们今天审查会主席 因为大家今天也有看到 今天是有史以来 31席议员都全部投入财政小组的抽签 那我想最后这个是签运的问题嘛 那我们也恭喜何淑平议员来担任财政小组召集人 也就是审查会的主席 那我们未来一样会跟跨党派合作 我们共同的目标其实都是监督市政府 这本来就是市议员的职责 我想不会有什么特别合作不合作的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了 谢谢大家